大尾道歉 大尾道歉 歧視推散 歧視推散 原住民族青年正現在邱黎寬導演 電影公司前高喊口號 抗議賀歲電影大尾如曼二 出現達物族穿著傳統服飾 抗議核廢料畫面卻被當成搞笑片段 批評這部影片根本是把族人的痛苦建立在嘲笑上 甚至反諷邱黎寬懂得笑就不會恨了這句話 是在傷口撒言 他說我願意道歉 可是又說你們懂得笑就不會恨了 那我想大家應該很清楚 笑跟嘲笑應該是不一樣的兩件事 把別人的痛苦 當成好笑的事情來嘲笑 然後當作一個電影的笑料 這是其實是非常不負責任的事情 現場也有達物族人到場抗議 提到藍嶼放置核廢料 已經是最大歧視 要求簽出核廢更是多年訴求 結果電影橋段卻將他們的傷痛娛樂化 在我們看來 你們為了滿足你們自己娛樂的私欲時 卻沒有想到這件事對我們的嚴重性 也沒有想到這件事對我們來說有多麼的沉重 有一次我參加活動 當他們要介紹原住民時 就一群赤裸的上身的同學們 從幕後這樣走出來含著 導演並未到場電影公司派出代表回應表示 在電影上映期間邱導演已經發出聲明 會再轉達原住民族青年陣線訴求 對原團提出刪除影片表示會在討論 在電影上映期間邱導演已經在他的臉書發表了一個正式的聲明 裡面也有表達如果有考慮步驟的地方 他會致歉 那今天的訴求 我們在收到之後 會再轉達給導演跟出品方 看會是不是有進一步的回覆 影片的刪除 其實是一個滿嚴重的一個事情 這個可能不是我現在 可以替製作方跟出品方回答 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提到 不止到的盧曼二 過去也有鐵絲玉琳龍二 嘲笑賽德克族遭群起踏罰 以及報告班長二等嘲諷原住民族口音片段 也希望他們藉由這次抗議 讓社會理解文化多元性 不要隨意拿原住民族文化跟議題娛樂話 記者NAMDAQ台北市採訪報導